当年五年 存在好作品牌 一 争名争意 二 花圈绣角 是不是 三 造角 这个造角就不用说了 这个公开造角 一 代化有作 二 实际上是自己打自己的 是好 是吧 欢迎大家来到自由发生 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007 没有点关注的朋友 请点一下关注 谢谢 本周是感恩节 首先我祝福朋友们感恩节快乐 最近我不怎么想谈政治 因为政治本身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而谎言和欺骗是政客们的基本功 而只有中国人会将政治人物奉为道德楷模 英明领袖甚至神之子 上帝的儿子 而中国华人又不能接受人说真话 007胆敢说了几句 结果搞了一身脏水 谁说我决定我的新频道 从此以后不谈政治了 只谈花花草草 但是大家都知道007是自由族的人 我在007这个频道将会继续 一如既往继续讲真话 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好了本期节目呢 我从一个非常轻松热门的话题说起 现在在中国还有海内外最出名的中国的一个网红名字叫做马宝国 马大师自称是混元行义太极门掌门人 名正江福 但是一上那台呢 几十秒钟被人三次击倒在地送进医院去抢救 固然是让很多围观的吃瓜群众哈哈大笑引为笑谈 但是马宝国同志爬起来之后和他的一帮粉丝却拒不认输 而且马大师和他的粉丝们还振振有词 非常的有理由 他们认为首先他们没有输 他们是深圳的胜利者 因为对手肯定吃了兴奋剂 裁判也不公平 我马大师这次不小心的倒下绝对是一个阴谋 是徐晓东他们带着外国势力企图颠覆我中华传统武功的金士大阴谋 这是一场正义和邪恶的战斗 谁说我马大师倒下了 谁就是黑暗的撒旦 谁就是耶稣的敌人 孔子的仇人 我们伟大的马大师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倒下了 但实际上他是真正的胜利者 别看我倒下了 其实这都是准备好了的 下一秒我就准备放九阴白骨枣 降龙十八掌等等 你们听所未听闻所未闻的传说中的绝世武功 要一级消灭那个拳手 但是徐晓东的爪牙们在带风向 那些围观的不明群众把我却抬进了医院 但是即使如此 我马大师的混元内功 已经深深的震伤了那个拳手的心肝脾肺肾 五脏六腹全部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一百年之后必死无疑 你以为我说的是马保国马大师吗 那你就突秧突心魄了 我们大部分中国人都是马保国马大师的粉丝 我们在大量的传播着马保国马大师上述的那些话 那些阴谋论 那些光明和黑暗论 我们伟大的川普总统和马保国 已经同样的进入了这样的神位 民主党腐败的 民主党操控了这次选举 实际上最大的赢家是川普总统 拜登的儿子又乱搞女人又吃大麻 拜登作弊了有铁证 其实我们川总是欲擒故重 在选票上中上了生死符 投票之后就会把民主党一网打尽 拜登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都会把牢底做穿 我们川总还有非常厉害的后招 反正总之川普赢了就是我们赢了 川普和他们的粉丝对此深信不疑 正如马保国同志的事件一样 即使他倒下去三拳被打得动都不能动 送进医院了 但是大家还是深信不疑 马保国同志才是胜利者 哪怕全世界大部分国家已经祝贺新总统拜登当选 哪怕全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 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 美国人用他们的选票已经选出新的总统了 他们还是一样的拒绝承认 只有他们的马保国 只有他们的川普才是赢家 哪怕到了今天 川普在美国发起了50多起舞弊的诉讼 全部被美国的法庭驳回 所以所谓的铁证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 没有一个被美国的法庭所受理 现在川普已经不准备走法律的司法途径了 他已经要准备修改美国宪法 由共和党的议会直接宣布他做总统了 甚至他更换了所有国防部的官员 国土安全部的官员 想去打一场战争 做个战时总统 永远不要下台 而这些广大的马保国的粉丝们 你们做何感想呢 这一段时间以来 一直在中文圈里面制造各种谣言 各种阴谋论的这些网络大V 知名的自媒体人们 你们还有脸继续讲下去吗 你们所制造马保国的那些爵士武功都藏在了哪里呢 好了我曾经说过 我们中国的文明构建于谎言之上 我们中国人也好华人也好 一分钟也不可以离开谎言 哪怕就像马保国马大师那样 山泉被打倒在地 直挺挺的躺在地面上 我们都不会认输的 我们说那个有阴谋 那个一定有黑幕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 这就是 这就是谎言文明造成的结果 我们不敢接受真相 我们也不敢面对现实 我们都活在说书先生的三国演义之中 正如这次美国的总统大选 我们不仅仅是谎言的受害者 我们还是谣言的传播者 制造者和真正的信奉者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深处都藏着一个马保国 这才是我们中国人 我们中华文明的可怜可悲可恨之处 好了 至于我们为什么希望川普当选 为什么我们热切的盼望着 美国有鹰派的政府 有川普 有美国的共和党 来帮我们完成所谓的反共大业 哪怕饿死14亿中国人民也在所不辞的心态呢 我们下一次再说 对了 我的新频道的名字改为了混元大师兄 大家都能够体会我为什么改这个名字吧 好了 感谢大家收听007的自由发声 最后向大家再次祝福感恩节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